香港首发团终于抵达剧本 航空公司二十多人 一字排开大阵仗欢迎 香港团七天六夜行程 到访别海盗 富良野 新宿和浅草 每人要台币七万七 扣除回国隔离饭店的费用 团费约台币六万一 比疫情前贵了三成 但有些日本网友 却不欢迎他们的到来 说怕外国人散播病毒 还说若一人确诊 应该全团遣返 但香港团的消费能力 真的很惊人 有团圆准备七十万 约合台币十六万的现金 吃喝玩乐随便买 原质币狂扁 创下二十四年来新低 怎么买都划算 在银座苹果专卖店 外国人杀红眼 约志愿扁值之下 一致iPhone 13 就平了将近六千二台币 几乎是全球最低价 甚至有四十岁的香港女性 隔空买房 在线上看屋 没看到实体 就撒钱购买位于北海道 闸谎的公寓 虽没透露实际的全交价 但以东京大阪都会区 外国人最爱买的房产 平均价格每户约台币四百四十八万 日元扁不停 加上经济尚未复苏 也难怪许多外国人趁机杀入日本房市 大赚一笔 记者综合报道